同学问的这一题其实还蛮多同学有类似的问题 然后在很多的工作上面都遇到 比如说你有一栏的资料要变成五栏 假设C栏到G栏 要把这些资料把它放过去的话 那你要了解这个部分之前 恐怕你要先了解栏跟列的锁定部分 有关于那个纠准成码表 这个好像上礼拜有提到 你可以用那个Current 这个函数 再加上Raw这个函数 你可以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99成码表 1乘1等于1 前面这个1是Current是哪一栏 第一栏 不过不是A1是E 1乘1等于1 一直到最后的话9乘9等于81 那这个地方的话可以利用 99成码表的概念去把它完成 第二个的话 后面在我们的范例里面有一题叫做万年例 那什么叫万年例 做出来的话有点类似像各位在那个 我们的云端上面 这边有个万年例 大概就是像类似像这样 就是假如我今天给它一个下拉清单 哪一年 哪一个月 它会自动帮我跑出那一年那一月的那个 它的月历出来 而且位置要是正确的 你不能乱放 OK 那你要怎么样刚好可以放在正确的位置 当然你可以先不考虑放的方式 可能要先了解 比如说像我今天要产生一个1到42的这样的表格 当然你这个地方不是用用输入的手动输入 而是什么方式可以让它向右向下一次可以完成 那这边的话呢可能就需要用到Current跟Row这两个函数的密切搭配 才有办法去完成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先想一下 这边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上面的话也许你就输入那个所谓的那个万年例好了 假设我今天要输入一个万年 那我希望产生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话呢 刚好的结果就是1到5 然后跟着一下 1到7好了 1到7 然后这个地方往下 也许到七六 大概第六列吧 大概到42吧 假如说我今天要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表格 那不是用手动方式 而是用用那个Current跟Row的方式 去把它完成 那前面讲过嘛 插入函数 在那个减式与参照里面的有Current 那你可以什么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产生1 向右也许到G栏 1到7 可是你向下到第六列 它还是1到7 那关键点就在哪里呢 就在后面呢 你必须加上什么 加上 它应该加的 这个规则用到机会其实非常大 如果你 如果能够这个地方通的话 以后呢 你要抓任何位置的资料 就会非常简单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了 比如说 这个地方 该加上Row 它跟Row之间的关系呢 到底是什么 Row 如果1到7 下一个不就8到16 再来的话呢 就15 有没有 15 也许就到21 对不对 那它关联性呢 基本上 前面呢 其实有个概念 前面一定是 它原来预设的编号 1到7 这个是不会变的 但是第二列的话呢 必须加上什么 刚好加上7的 刚好多 蓝数刚好是7 所以要加上7的倍数 也就是说呢 第一列是加上0倍 第二列加上1倍 第三列加上2倍 一之类推 可是这个Row刚好 它的关联性呢 就是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的列